这个帽子哈这帽子给他勾好以后哈 他是不加不减 公众我们所需要的一个长度之后 我们上帐杖杆对在一起 对在一起之后沿着底部的位置是个缝起来的哈 好咱们在缝之前我们先预留一下这个线 这线的话呢我们是预留这个帽身的三倍长 好三倍是长预留好之后 拿出来我们这个缝合着奶杖杆穿过来 好 好穿过来之后哈 然后我们这个帽子 咱们这个帽子哈 它是不分反允正的没有正反之分 咱们喜欢哪面就呢 用哪面当正面 不喜欢哪面就哪面当反面 然后这个地方是我们第一针的起地针 穿到我们这边第一针的起地来 好 穿到起地针以后啊 这个这个是我们第一针 然后挑他这边的一个第一针 这个是内半针挑他的外半针 一针对应了一针来让改缝过来的 好缝的时候这个地方改拉紧 把这个地方拉紧 好就这样子去缝呢 一针对应了一针针末 一直缝到我们这个帽顶的位置 缝到我们帽顶 我们来看一下帽顶是怎么缝的 好咱们这个帽身的位置哈 就沿着他一针一针缝过来 然后把我们的帽顶的起针 也是让来改缝过来 也是一针对应了一针 好我们第一针的起地针 这是我们第一针起地针位置了 好 从这起地针位置改穿过来 好穿过这一针 再穿到这个上面的起地针 好穿过以后哈 我们这个帽顶 这个这个帽身的位置缝好了 我们先来悬崖帽顶 帽顶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怎么穿的哈 先给它穿到前面来 然后咱们这个前面 它是从这个上面看 它是有这个字幕的 有这个洞的 从这个洞里面 隔一个针目 过一个针目 好就是空一个针目 给它缝一个针目 好把这个针目 给它把它一圈的帽顶的位置 我们都用这种方法去给它缝完 好我们现在空了最后一个 我们给它穿越到这个位置来 然后再给它穿到前面来 好把我们这个帽顶 我们这个帽顶收好之后哈 拉紧我们这个线头 拉紧线头之后哈 我们来给它 把这个上面这个小立柱 拉紧线头以后哈 咱们这个 这个上面这个小立柱 我们把这个小立柱 就是上方给它过一边线 好最后一个针目 好穿过来以后哈 我们这个地方给它拉紧 拉紧以后这个地方 我们来给它打一个死结 好把这个线给它剪断 剪断了以后哈 把咱们这个小帽子给它翻过来 这就是我们来的帽顶的位置 好我们帽顶就给它收好了 收好这个帽顶以后哈 咱们现在去给它做一个帽顶球 丢起来我们来给它做一个帽顶球 好 两个给它对齐 找到我们这个线头 这样子来给它缠上去 这个地方我们缠的时候 给它缠得均匀一点 爱点 如果喜欢小猫球 这个地方就少潮一点线 少缠一点线就可以了 好 差不多缠到这里 给它断线 好 咱们用相同的方法 把这边也给它缠上去 好 我们这个给它缠好了 缠好以后 这个地方给它对齐 对齐了以后 把这个给它让扣下来 然后拿出来我们的剪刀 沿着这个缝隙当中 就给它剪开 好 剪开之后 拿出来我们的一节线 我们把这个线 从这个缝衣当中 给它穿过来 好 穿过来之后 我们这个地方给它绕 两次线 一次两次 然后这个地方给它拉紧 把这个小猫球给它扎起来 好 再来给它打一次剪 好 同样子 把我们这个猫球界 这个地方给它打开 这边也给它打开 好 打开以后 这两边也给它掰开 好 我们去用梳子 把我们的小猫球给它梳一下 梳散开以后 我们再去修剪一下 这个帽子上面去 好 把另外一边也给它夹上去 好 穿过来 好 在反面的位置 我们就给它打一个剪 然后拉紧 好 端线 翻过来 好了 我们这点小猫子就做好了 然后我给它加到我们的帽架上面 这个我做的这是咱们的几个月小孩戴的 我们可以在这个帽子上面 给它加上一个小装饰 加一只小胸 然后加在我们正中念位置 好了 我们这个漂亮的小帽子就做好了 好